这个案子在当年来说是轰动全国 咱们先从1995年说起 1995年金秋十月 在陕西省咸阳市一所大学的进修班里边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干部们算是汇聚一堂 他们暂时离开工作单位 来这充充电进修 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年纪轻轻就有一番作为的 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 那确实是让无数人眼红 可是谁能想到 此时此地竟然是1999年 河南省两庄惊人血案的起点 血案的主角就是进修班里的两个学员 陈桂玲和刘明鼎 这同学们头一回见面 那不得互相介绍吗 于是有人就给他们俩从中穿线大桥 说这位是陈桂玲 河南人 这位是刘明鼎 也是河南人 别人介绍完之后 陈桂玲和刘明鼎就第一次站在了一块 这时候他们这是眼神相交 就在这一刹那 仿佛就如一见钟情 这道不仅仅是因为俩人是河南老乡 更是因为两个人都风华正茂 财貌双全 能力都很强 95年的时候 陈桂玲只有34岁 但已经是岁平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了 他那一米六八的个头 看上去就是那种英姿飒爽 刘明鼎当时40岁 是河南省工商银行的干部 一米八二的个头 长得也是挺英俊潇洒的 一副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的那种潇洒风度 俩人一番交谈之下 那是相见恨晚 互相对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远在他乡寂寞难耐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 反正也没人说的清楚 总之陈桂玲就投入到了刘明鼎的怀抱之中 从心动到行动 从相识到相恋 时间很短 在古都咸阳啊 处处都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俩人没事就出去吃饭去 逛街去 各个景点逛去 俩人当然也少不了属于他们的激情 可是这俩人都忘了 他们是有家有口的呀 陈桂玲家里边有丈夫有女儿 刘明鼎家里边有老婆有儿子 反正俩人是也豁出去了 也不管了啊 在那度过了一段激情岁月 进修回来之后 陈桂玲呢 进步神速 1996年 他就当上了碎平县人民银行的行长 1998年初 只有37岁的陈玲就被任命为驻马电视主管科技的副市长 陈桂玲啊 成为了当地的一颗政坛新星 人们都在谈论呢 咱们陈市长一参加工作就进入银行 短短这么几年 鼓掌 副行长 行长 一直干到副市长 真是一帆风顺呢 作为分管科技 财貿 商业 粮食等流通领域的副市长 陈桂玲 年轻 干练 精力旺盛 责任心强 处处受人瞩目 确实他的工作能力上上下下也都佩服 他整天的出去开会视察调研 忙的是不亦乐乎 回到办公室 还有大批的文件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汇报 还得接待上访 他的一切生活几乎跟任何一位副市长都没什么两样 只是他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个秘密 甭管再忙 他都得抽时间隔三差五的到省城郑州去一趟 去见一个人 见谁 嘿 刘明鼎 驻马店到郑州路程并不近 但是啊 陈桂玲也不先折腾 到最后这条路熟的啊 我估计恨不得闭着眼睛都能走过去 每回从这种政务里面生活里面抽身出来 赶到省城之后 陈桂玲都感觉自己啊 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二十岁 变成了一个少女 就是来见自己的心上人来见自己的白马王子的 这边陈桂玲事业非常成功 那边刘明鼎人家一点也不逊色 他呀 已经是河南省工商银行国际部的总经理了 那也算是事业有成啊 郑州也算是大都市 在这个大城市里 刘明鼎就是成功人士的代表啊 富有自信 风流倜傥 哎呦 要说成功男人呢 身上的那份魅力 你挡都挡不住 刘明鼎 别看事业有成就 但是对陈桂玲人还是一往情深 为了和这位美人约会 他呀 特意花了二十多万 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 这套房子就成了两个人的世外桃源了 在这个安乐窝里边 俩人是缠绵匪测儿女情长的 您各位该说了 这刘明鼎背着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找女人 这肯定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吧 其实啊 还真不是 咱们首先来说事业上 他主管的业务 包括外汇存款 贷款 汇款 担保 结汇 受贿买卖 反正他整天脑子里边装的都是贸易和非贸易结算 外币兑换 外币贴线 等等这些专业性极强的业务 他的工作呀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神秘的 也是很谦深晦涩的 而对刘明鼎这个知识型的干部来说 人家是应付自如 工作能力确实突出 在领导 在同事们眼里 刘明鼎的事业心很强 进取心很强 哪怕已经坐到这个位置了 衣食无忧了 他的车里边放的呀 全是外语书籍 外语磁带 连开车的时候 他也不放弃学习 更别说平时在家里边了 坐个马桶的时间 都得拿过来书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思考一番 大家都认为 刘明鼎出类拔萃 可是谁都想不到啊 就这么两个出类拔萃 年轻力强的领导干部 竟然不顾一切 冲破了感情的枷锁呀 这一天呢 陈桂林啊 又来到了郑州 跟刘明鼎呢 就在大街上闲溜达 俩人呢 确实这日子过得挺甜蜜 忽然呢 陈桂林的眼光就被吸引住了 路边呢 有一个婚纱影楼 大家都知道啊 婚纱影楼通常一楼啊 是一个那种大的落地窗似的 那落地橱窗里边呢 都有特别漂亮的那婚纱 哎呦 他就看着人这婚纱 再看着人展出来的婚纱照 太漂亮了 这时候陈桂林啊 看着刘明鼎 就笑了一下 脸上腾冷可就红了起来 刘明鼎是什么人呢 他哪能看不懂这些呢 于是俩人呢 牵着手进了影楼 俩人呢 还真拍了一套婚纱照 不光是拍的西装婚纱 又拍了旗袍马褂的 刘明鼎抱着陈桂林 陈桂林意味着刘明鼎 反正各种各样亲密的姿态呗 当婚纱照拍完了 然后那照片啊 都做好了之后 就搬到了他们的家里 挂在了墙上 两个人呢 看到照片都是一阵赞叹 那太美了啊 咱俩这就是天作之和呀 陈桂林情不自禁的说 明鼎 这是真的 这应该是真的 这就是真的 我们 我们结婚吧 刘明鼎呢 随口就说了一句 行啊 可惜呀 忘乎所以的陈桂林 没能听出刘明鼎声音里面 有那么一丝丝的勉强 陈桂林性格上啊 是个雷厉风行的 算是比较泼辣的一个女人 回到家之后 二话不说第一件事 离婚 要说陈桂林的丈夫 那也是一表人才 从部队转业之后 在机关里面工作 由于夫妻感情不好 他们两个已经分局很长时间了 但是当陈桂林提出离婚的时候 丈夫啊 依然是很意外 陈桂林呢 倒不藏着不掖着 跟自己的丈夫就说了 我爱刘明鼎 我爱得死去活来的 离开他 我就活不成了 陈桂林的丈夫 是那种特别忠厚善良的 他知道这段感情再怎么挽回 也挽回不了了 那就随他去吧 所以就点了点头 陈桂林痛痛夸夸的离了婚 确实感到由衷的开心高兴 但是陈桂林啊 没有高兴多久 为什么呢 一贯处事果断的刘明鼎 在离婚的问题上 婆婆妈妈的卡了壳了 陈桂林哪知道啊 刘明鼎啊 根本就不想离婚 作为一个43岁的男人 他承认和他的妻子之间 没有什么感情了 平时和妻子之间的生活呀 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整天的操劳 非常的乏味 因此 刘明鼎感觉自己和陈桂林的爱情 确实很美好 也没觉得背着妻子找陈桂林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但是真的要让他跟陈桂林结婚 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把自己的生活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呀 确实不愿意 刘明鼎啊 心里就总在想着 我的老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 平时我和他之间也没什么话可说 但毕竟是从老家带出来的结发妻子啊 再说了 还有儿子呢 儿子才15岁 怎么能让他人生之中蒙上阴影呢 所以当陈桂林跟他提出来要离婚 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刘明鼎把目光又投向了他的家 他从内心深处发现 和陈桂林相比 原本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更加难能可贵 于是从这开始 刘明鼎开始怕见陈桂林了 准确的说啊 是怕见离过婚之后的陈桂林 两个人呢 依然在过着缠绵的偷情的生活 但是陈桂林分明就感觉到了 他离婚之后 刘明鼎不是离他更近了 反而是离他更远了 有一回啊 俩人一起出去玩去 在路上的时候 陈桂林的母亲不幸因病去世 陈桂林呢 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 这就成了陈桂林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情 但是 哪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都没能够使陈桂林从热恋之中彻底的清醒过来 陈桂林左等 刘明鼎这离婚始终是遥遥无期 陈桂林一开始啊 是着急的等待着 后来呢 就是疑惑不解 他为什么还不离 到最后可就转变成了愤怒了 刘明鼎越来越怕见陈桂林了 尤其是陈桂林与刘明鼎的儿子发生了一次冲突 刘明鼎从这次冲突之后不再和陈桂林缠缠缠缠的了 反而认为陈桂林再来郑州是来纠缠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回啊 陈桂林到了郑州 走进了刘明鼎的办公室 正好刘明鼎的儿子在办公室的套间里边玩游戏呢 陈桂林知道刘明鼎溺爱孩子 当场就问刘明鼎 我和你儿子 你更爱谁啊 刘明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很难堪 这当着自己的儿子的面呢呀 陈桂林啊 就又跟刘明鼎的儿子说 你喊我一声妈 我就送你一件好东西 孩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也知道这个女人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啊 她恶狠狠的骂了陈桂林一句 陈桂林一听可就生气了 抬手啪就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刘明鼎看在眼里 那是疼在心里呀 啊 可是当着儿子的面 又是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 还没法发脾气 哎呦 这一回她可对陈桂林那是反感至极 其实啊 陈桂林也不是非要跟刘明鼎的儿子过不去 跟那孩子的一番冲突 纯粹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恨 自己离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明鼎迟迟迟不离婚 这让陈桂林的忍耐超出了极限了 可刘明鼎不管这些 从那以后陈桂林一到省城 刘明鼎就跟朋友诉苦 哎 母老虎又来了 能躲开的时候啊 刘明鼎呢 就会让朋友出面敷衍一下 比如说工作忙啊 比如说要出差啊 反正就这些理由呗 自己呢 干脆不露面了 这些朋友啊 在接待陈桂林的时候 也不乏好意的劝他 陈市长 这刘明鼎啊 不想离婚 你心里也清楚 你好歹也是个市长 有身份 有地位 何必缠着他不放呢 说的好听一点 你是他的情人 说的难听一点 你就是他的一个拼头 你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陈桂林听着朋友说的这些话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人家 眼泪啊 啪啪就掉下来了 心里边是越来越恨 我在驻马店 那是何等的风光啊 我没想到 在省城郑州 我竟然惨到这种地步 他的愤怒 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打刘明鼎儿子一个耳光 那不可能发泄干净啊 这就陷入到了一种 情感之中的恶性循环了 那最终陈桂林会做出 什么样的疯狂行为 陈桂林给了刘明鼎儿子 一个耳光 但这心里还不解气呢 从此之后 他对刘明鼎的这种感情啊 就由爱生恨 陷入到了感情的恶性循环之中了 回去之后啊 陈桂林还找到 已经离婚的丈夫 他还跟前夫说呢 刘明鼎骗了我 把我搞得家破人亡 我早晚要跟他同归于尽 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陈桂林的前夫啊 非常的忠厚 还跟陈桂林说呢 既然如此 不如咱们复婚吧 好好过日子 哼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 时间一转眼 就到了1998年最后一天了 陈桂林的心里啊 有了一种感觉 到了最后了断的时候了 这一天呢 陈桂林没有到市政府小车队 要自己的专车 他的司机呢 也没接到陈市长要行动的通知 陈桂林自己搭车 从驻马店出发 赶往208公里之外的郑州 刘明鼎和两个朋友 一块接待了陈桂林 大家反正表面上 还是一团和气呗 高高兴兴的吃了饭 唱了卡拉OK 刘明鼎跟陈桂林就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 在这新年的第一天 这一对恋人到底去干嘛去了 俩人再一次露面呢 是在1月3号 这天下午 刘明鼎约三位朋友 到一间办公室里边 当朋友们赶到的时候啊 就见刘明鼎和陈桂林 已经在那争吵了 陈桂林就说 既然你不离婚 那咱们就分手 不过我以前借给你的21万 你必须现在还给我 桂林 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不行 我现在就要 刘明鼎只好转过身来 跟朋友求救 几个朋友啊 都对这俩人的事情很了解了 也对刘明鼎眼下的处境很同情 有一个朋友姓吴 他就说了 老刘啊 钱我借给你 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啊 你得及时还给我 第一个月 我不要利息 第二个月 我就要算利息了 21万的现金 很快就摆在了陈桂林面前的桌子上 陈桂林的脸色异常的难看 他把钱放进了包里 元旦过完了 我要马上赶回去了 这俩人呢 等于算是在经济上进行了交割了 这也就标志着两个人的关系彻底了断了 刘明鼎没有感觉不舍 反而感觉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哎呀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可是陈桂林并没有立刻回到驻马店 如果真像他说的 马上赶回驻马店 那一切也就好了 1月4号傍晚的时候 刘明鼎啊 正跟朋友一块在交线办事呢 忽然手机响起来了 是陈桂林打过来的 你在哪呢 快回来嘛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明天呢 我要和一位领导吃饭 你来做陪 怎么样 刘明鼎毫无戒备的就答应下来了 他哪知道 这一天里陈桂林啊 操办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1月4号这一天 陈桂林约了一位特殊的朋友 他的高中同学 现在正在担任某派出所的所长 叫王清 1月4号下午 王清带着两个下属到了郑州 并且和陈桂林取得联系 约定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见面 4号这一天呢 陈桂林还和外地的姐姐姐夫联系 约他们到郑州玩 这俩人呢 4号下午就赶到了 他们哪知道啊 这是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走绝路的人 想要见他们最后一面 1月5号上午10点 王清啊 按照约定开车来到了一个大型的商场 见到了陈桂林 老朋友相见 这是分外的亲热呀 但是还没来得及寒暄呢 陈桂林就问他 你带枪了吗 问的王清当场就愣了 陈桂林赶紧解释 我有个亲戚啊 搞了几十发子弹 想借把枪打着玩玩 哎呦 我说桂林 哎哎 陈市长 这枪怎么能随便打呢 不行不行 随后啊 俩人就钻进车里边 继续说话 但是过了不长时间 王清呢 又一个人呢 到商店里边想买点东西 他装有手枪的手提包 就放在了陈桂林旁边的车座上 王清回来之后 又跟陈桂林聊了一会儿 俩人呢 就分开了 就再见了 他呢 也没检查自己的手提包 5号下午6点 刘明鼎的朋友 就吴某啊 打通了他的手机 约他一块吃饭 就是借他21万那位啊 结果呢 刘明鼎就说 说我跟陈桂林在一块呢 吴某啊 还跟陈桂林通话 聊了几句呢 刘明鼎怎么也没想到 吴某更没想到 这会是刘明鼎 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1999年1月7号凌晨一点 郑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 突然就响起来了 有群众报警 说某小区5号楼7号房间的房主 可能发生了意外 请求帮助 公安人员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就赶到了现场 现场啊 已经有几位省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在那了 他们说呀 5号楼7号房间的房主 是我们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刘明鼎 银行开会急需刘经理参加 但是从5号晚上开始 无论如何也和刘经理联系不上 我们来到小区之后发现 刘经理的奥迪车就停在小区院里 他的房子里也亮着灯 但不管怎么敲门 房子里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公安人员和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从一楼爬到四楼 撬开了刘明鼎家的窗玻璃 往里一看 顿时可就惊呆了 只见客厅里边啊 躺着一个人脸朝下 头部的地面上还有一大滩血迹 公安人员赶紧进去打开门 现场勘察人员也都赶到了 经过现场勘察 刘明鼎脸部和头部各中了一枪 都是贯通伤 已经死亡多时 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四枚弹壳 还有三个弹头 经过验证 刘明鼎是被人用七七式军用手枪杀的 同时啊 公安人员还在卧室里面 发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 舅 博 哥 姐 我对不起你们 用别了 我无话可说 灵 刑警立刻就围绕刘明鼎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重点 得查查 这个灵 到底是谁 这灵在哪呢 啊 人们想不到 此时的陈桂灵啊 也已经踏上了黄泉路 一月五号到一月七号 这两天的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呢 从一月五号晚上 开始说起 一月五号晚上 这一天呢 天已经黑透了 一辆小轿车 风驰电车的开在路上 开车的 是陈桂灵 一个不知内情的朋友 车上坐着陈桂灵 一个声音 在他的心里反复的回想着 回家 回家 赶快回家 陈桂灵 反反复复的 在朋友耳边说 快点 再快点 听说我女儿病得不轻 我怕见不到她了 其实啊 她这是在说谎 此时陈桂灵的脑海里面 空空如也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回家 她呀 想回到温暖的家里面 想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 只是和刘明鼎 失败的感情经历 让她感觉到了屈辱 让她感觉无法面对丈夫女儿 她知道 她杀了刘明鼎 她洗刷了自己的屈辱 但是也成为了不可饶恕的罪人 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她现在只想再见见自己的女儿 属于她的时间不多了 她必须要赶紧回家 夜里十一点 车开到了县里 直接开到了她前夫的住处 陈桂灵一个人上了楼 心如刀脚 看到女儿之后 陈桂灵的眼泪啪啪就下来了 她一把就把女儿抱进怀里 左亲右亲 一句又一句的嘱咐她 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你要好好学习 因为陈桂灵的前夫不在家 陈桂灵呢 又再三嘱咐女儿给爸爸发传呼 一定要联系上 再之后 她骗女儿说 要回市里拿材料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从她离开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女儿不断的接到妈妈的电话 陈桂灵不停的问女儿 和爸爸联系上没有 声音显得很焦虑 很古怪 女儿不知道妈妈出了什么事 陈桂灵也不知道的是 此时她的前夫正在她杀人的地方 郑州出差呢 陈桂灵在内心之中 就想着在一切结束之前 一定要再见见丈夫一面 可是 她还是没有能够和丈夫见上面 甚至丈夫的声音 她都没有听到 陈桂灵说去市里 其实并没有去 女儿接到的陈桂灵的电话 其实都是她在附近打的 在县人民银行家属院里 有陈桂灵一套住房 这是她当行长的时候分到的 已经很久没住过人了 但是 1月6号早上7点 陈桂灵的姐姐 却接到了陈桂灵的电话 让她八九点钟 到那套房子里去一趟 姐姐还问她呢 桂灵 我没钥匙 怎么进去啊 姐 你只管推门就能进去 6号上午8点来中 姐姐来了 推开门之后啊 见客厅里边没有人 卧室的门也是关着的 并且呀 灯是开着的 她还纳闷呢 什么情况啊 这房子平时也不住 这谁把门开开的呀 叫我来干嘛呀 一边想着 一边把卧室的门就推开了 这时候 惊人的一幕 可就呈现在眼前了 陈桂灵在床上躺着 头顶血肉模糊 血还在不停的往下躺着 肩膀呢 也还在一抽一抽的颤动着 身子旁边横放着一把手枪 陈桂灵的姐姐可吓坏了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110120 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 立刻把陈桂灵送到医院急救 此时啊 陈桂灵头部 还不停的有脑组织往外溢出 五官出血深度昏迷 一直抢救到了8号上午 陈桂灵终于不治身亡 法医经过检验 死者陈桂灵 两大脑液 有一个直径1.5厘米的贯同创伤 是枪击导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 经确认 死者身边的枪支 正是杀死刘明鼎的七七式军用手枪 根据枪号查到 合法的持枪人 应该是某派出所所长王清 此外 死者在现场还留下了几个纸团 把这纸团打开之后 能够看到其中一张纸上写着 书记 市长 尊敬的老兄 很对不起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近几个月来 干什么事都不能集中精力 我看破了红尘 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我极力迫使自己 克制自己 但最终还是走上了绝路 请原谅我的过失吧 最后有个请求 无论如何 请给我开个追悼会 另外一个纸团上呢 写着丈夫的名字 他这么写着 尊一生我的好丈夫 因打电话 没找到你 后面呢 没有其他的文字了 最后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 显然这句话没有写完 因此 陈桂玲 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还有什么话 想对丈夫说 人们再也无法知道了 公安机关 最后对这两起血案 所做的结论是 陈桂玲恶意报复 1月5日 与王清谈话时 窃取王清包内的手枪 当天下午6点以后 将刘明鼎 以某种借口 骗到两人购买的住房内 开枪 把刘明鼎杀死 之后 以小孩病危为借口 让朋友用车将他送回家 于6日早晨 畏罪自杀 做出这样的认定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确实是不难 但是 这两起悲惨的血案 却留给了无数人 很沉重的思考 咱们这案子说完之后 咱们来说说 这是典型的 由婚外恋 引起的悲剧 我们原来不止一次的说过 人虽然是感情动物 对吧 可能在爱情来临之时 都会头脑发晕 但是任何人 任何时候 都应该把感情 约束在理智的范围之内 应该自觉的 把你的这种行为 放在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之内 一旦是突破道德的 突破法律的 那么我们就要 及时的制止自己 我们来说 如果陈桂玲和刘明鼎 一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能从内心深处 来抵抗住这种婚外恋的引诱 能够及时的理智的 放弃这段感情 那么 后面的结局 不会是这样 又或者说 陈桂玲在和刘明鼎 已经没有希望结婚的情况之下 如果陈桂玲能够 头脑清醒理智的处置这件事情 能够拿得起放得下 那么也不至于 有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悲剧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